議員廖志成日前前往普利國中 在校長陪同下 關心籃球校隊學習狀態 給學生們打打氣 期盼他們從心苦中學會堅忍不拔的精神 你只看他在練求精神 和毅力和堅持 和他的體力各方面的挑戰都非常好 你看他由最簡單的開始 和最困難的動作大部分都有 一般他們就是把這些基本的動作 和熱身賽事用好才開始練習 看孩子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這麼辛苦 就是很感心 就是一個小朋友 由於開始打籃球 成為一個頂尖的選手 我相信他付出的辛苦的努力 我們大家要把它堅定 教練表示 現在球隊處於新舊交替 在訓練上要更緊實訓練 期盼能夠為現為校爭取榮譽 因為現在在新舊交替的時期 三年級已經畢業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全校上 已經有小學生 小學畢業生來我們學校訓練 那也接著要持續的運動傳承的任務 那我們最近一個比賽就是全國中學盃 我們普利公共參加了甲級的全國中學盃籃球賽 獲得了冠軍 那也送給了我們今年畢業生的一個最好的禮物 那我們會持續 普中籃球隊會持續運作 會持續的努力訓練 那訓練出普利的運動人才 那藉由此能為地方 為現 為校 爭光 學生表示 雖然訓練過程非常辛苦 但只要努力不放棄 一定可以看到成果的 很辛苦 然後很累 但是累過的時候 就是成果很好 要努力 然後要堅持不要放棄 因為自己選的就不要輕易放棄 在孩子學習的過程中 不免會遇到挫折 只要能堅持自己的方向努力不懈 就能成就不凡的成績 副委獎排一選 鼓勵學生選我所愛 愛我所選 堅持到底 民意新聞馬嚴打 普里採訪報導